然後醫生就說 我這差點附膜炎 他說很嚴重 他說你怎麼有辦法 再憋一個晚上 我就想說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時候 太習慣跟那個痛感相處 就覺得好 先憋著憋著看 痛得滿爽的 不是 爽痛爽痛 疫情的時候還很自豪說 我很會憋尿 我從小拍戲就憋尿 這什麼東西沒什麼好自豪 沒有 真的 很不健康 在小時候 因為都在那種荒山野嶺拍 然後要去廁所就要 就坐酒吧 要去半個小時的地方 你就會想說 不要造成大家的麻煩 現在真的有時候 去拍戲的時候 還是想說就先不要喝水 我會因為不想上廁所 然後我不喝東西 到有一次呢 我去跟朋友去賣場的時候 我們在逛大賣場 那賣場的廁所也沒很多 就是進出口各一個這樣 那我們就逛到中間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怎麼有一點腰挺不直 我就堅持就是憋著 然後再繼續讓他們逛家具 逛完到最後出口的時候 我在說我去上個廁所 結果我去上 一上廁所 超痛 超暴痛 就是那個 整個那個尿道都有著熱感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從來也沒有就是 發炎感染過 然後我就 那一天晚上 我回家之後 我還是想說 應該多尿幾泡就沒事了 就是把那個細菌尿乾淨 結果沒有 我一個晚上過後 到早上 然後我 因為是禮拜天 我就去掛急診了 然後醫生就說 我就差點附膜炎 他說很嚴重 他說你怎麼有辦法 再憋一個晚上 我就想說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時候 太習慣 跟那個痛感相處 就覺得 好 先憋著憋著 痛得滿爽的 不是 爽痛 爽痛 沒有爽 就好痛 可是那時候就想說 能憋就 就不要麻煩 然後到有門診的時候 就真的不行 就直接掛急診 然後醫生就是 當然就打 不停地打抗生素 然後就說 小姐 你這樣很危險 他說我 我那個狀態是要住院的 然後從那一次以後 我就真的 再也不敢憋尿 然後現在我老公 就是會 每半個小時 有時候 譬如說不在我身邊 提醒你 要尿沒有 沒有 他提醒我 要喝水 要尿尿 他會覺得說 我都要嘛 就喝很多 要嘛就 他要我一次 慢慢一點一點喝 所以他半個小時 我就就會打來說 你有沒有喝水 你有沒有尿尿 你要射鬧鐘就好了 你手機射鬧鐘 半個小時提醒你 我現在有養成習慣了 但是那一次之後 真的再也不敢憋尿了 來講一下說 憋尿憋不住 其實大部分的原因 大致上都是這一些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急性起的 咪尿道發炎 膀胱發炎這一些的 因為你產生著熱感之後 他的膀胱變得非常敏感 你當然會憋不住 第二個是慢性發炎 慢性發炎就是說 你很常在咪尿道發炎 最後他變成一個慢性的 影響到膀胱的功能了 第二個是 其實我想要就是觀眾 觀眾可以在家裡做一個測試 我喜歡這一個 沒有 注意聽這個測試 我聽喔 一般正常人 膀胱至少可以裝到300cc 他才會傳遞一個感覺 給大腦 告訴你說你該上廁所 是 而當你發現說 你每次上廁所的量 都小於200cc以下的時候 而代表說你膀胱的儲存空間 其實開始慢慢是有問題 老化 對 我尿量很大 沒事都很大 好 不是這一個 第三個是壓力 其實最常見說 你去考場看 就是很多考生 一定都一直想要上廁所 去解脫一點點 這是因為就是情緒 會影響到我們膀胱的感知功能 第四個是天氣冷的時候 也容易這樣子 天氣冷為什麼呢 因為天氣冷也的確會 會收縮 讓我們膀胱 有時候會產生一些不自主的收縮 或者讓敏感度增高了 變成說你裝不到300cc 他就傳遞一個錯誤的訊號 給我們大腦 也行你該上廁所了 這個很討厭 而且天氣冷的時候 我們那個皮膚蒸發的那個 變少 是喔 沒有 我說這很討厭 你會 因為有時候寒流來 怎麼那麼冷啊 像我們又是裸碎的人 你知道我們蓋著棉被 不要再忍一下 再忍一下 就忍不住你知道 他一起來一上廁所 好冷啊 對 而且當完廁所的時候 不是 那當然 除非冷到那樣會開暖氣的 那你說沒有到那樣子 何必開暖氣呢 是不是 上完廁所的時候 還會把一些熱量給帶走嘛 所以有些人會那種 高冷素 冷素 對 男生的話又多一個問題啊 多一個社務腺肥大 對啊 社務腺肥大會造成 像我們現在都有點 肥大的問題啦 對 會造成他 會有奇妙感的出 我們沒有 沒有自己沒有肥大那是奇蹟啦 你就是奇蹟啊 沒有 我這一點我不知道 這一點我沒有那麼了不起 好不好 我在懷孕的時候就是 那個階段就是 一天晚上都要 上三到四次的廁所這樣 可是每次起來的時候 都就 就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就是很有感覺 可是上的時候就 只有一點一點 但就想說 那減少喝水的次數 但是還是一樣 就是每次就是 很想上廁所 但是就是上的時候 就只有一點點 一點點 不然我以前其實是可以 就是 幾乎整天不上廁所那種 整天耶 女生都好奇怪 其實是可以 但是我也沒有去憋尿 就是沒有感覺 沒有尿液 對 沒有尿液 但是 連大號有問題 身體有問題 對 反而是不到那裡 對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直很想上廁所 但是 就那麼一點點 一點點這樣子 對 懷孕是因為壓迫到膀胱吧 對啊 對啊 就是你始終懷孕 他肚子越來越大 對不對 你小孩子越來越大 你會壓迫到膀胱 反而是你平常一天不上廁所 才不正常 真的嗎 可是就沒有尿液的感覺 可能他水喝太少也有關係 水喝太少了 剛剛講到說什麼 工作可以就是很輕鬆 坐在冷氣房裡面 大家可能覺得主播就是這樣子 沒有 主播也是很辛苦 我記得2004年那一次是英國 應該是史上最 英國最嚴重的那一次恐怖攻擊 就是倫敦地鐵的連環爆炸 那個時候我就是被派到英國當地去採訪 第一時間採訪那個爆炸事件 那那個時候因為英國到處都封鎖 地鐵通通被炸斷了 所以他們其實交通完全斷 那路上其實也沒有什麼車 路上通通都是車 那我們為了要趕新聞 我幾乎是全部都用走路的 而且以前我們在外面採訪 我們去哪裡上廁所 我們都是去麥當勞街廁所 但那時候因為他們怕被放炸彈 所以所有的公共場所的廁所都是封閉 我那時候去那邊七天 我每天都只上一次廁所 對 就是我早上七點離開飯店的時候 我會起床先上一次 然後我就一整天不敢喝水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上廁所 然後再來就是晚上十一點 回到飯店的時候 再上第二次廁所 就是為了這樣 所以就這樣七天 可是在那七天當中 我沒有什麼不舒服 回來之後呢 我隔天還繼續播新聞 但是我那時候就開始覺得有點發 覺得有點 一開始是覺得 後面腰痛 那我以為是因為我在英國的時候 太累了 扭到 那真的很痛 然後我爸就說我帶你去針灸 我們家附近有個人 針灸很厲害 結果他帶我去針灸的時候 真的不誇張 那個針灸一針下去 我整個人痛到從床上跳起來 尖叫 然後那醫生也嚇得趕快收針 他說不對... 你這個絕對不會是扭到 他說你這個一定要去看見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開始發燒 我說我覺得我不太舒服 後來我們到急診的時候 進去的時候 我已經燒到 那時候我的主宿就是發高燒 跟腰痛 結果急診室主管一聽到這兩個 立刻說馬上抽血 然後安排住院 報告出來 就是 但是我只知道我進去到 病房之後 我接下來再恢復的事是三天後 我整整三天的時間是 我完全沒有意識 可是我知道 我唯一有意識的是 中間我會突然間覺得 然後我就會醒過來 然後我就會叫說 我好冷 趕快給我被子 然後他們就會給我五床 六床被子 一層一層加在我身上 然後還再用兩個大烤燈烤我 可是我可能過了一會兒之後 我會說好熱好熱好熱 趕快把這些都拿開 然後大家就趕快拼人 那時候我就依稀的記得 我的病房裡面好像有 兩個以上的護理人員在照顧我 然後他們就趕快拿走 然後就是這樣反反覆覆 然後一直到三天 我大概進去之後的第四天 我才恢復意識 然後我才知道就是我那幾天 就是反覆的不停的發高燒 那非常嚴重的發炎 所以抗生素好像 它是同時下到 最後是下三到四種抗生素 同時在做治療 那最後我出院的時候 我看到的那個診斷證明是 對 那因為我自己以前跑醫藥 所以通常我們看到 拜血症三個字 大概就是掛了 通常我們在報導就是 什麼什麼 然後什麼急性什麼的 然後引發拜血症 然後就想說我怎麼會這樣 但我只知道就是 那一次非常的嚴重 後來醫生就告訴我說 這個東西是非常容易復發的 所以他就說 你以後自己要小心一點 稍微有一點狀況的話 你要多喝水不要憋尿 如果有類似症狀的話 你要趕快再回醫院 結果果然不到半年又來了 下了新聞之後 立刻去急診 因為你有經驗了 那時候燒到39度5 然後腰還沒有非常痛 結果又是同一個 急診室看到我 我說你又來了 我說對 那時候燒到39度5 他說你是怎樣 我說跟上次一樣 他說他要住院了 住院了 結果也是 只是第二次 就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像這樣最善 對 這意思 什麼不能忍 對 忍住尿液恐慾 真的 你大概想不到說 我妙妙妙怎麼跟生產 生育有關係 對啊 這個我們台灣的婦女 特別有忍耐的美德 很多都很會忍 不然我的門診怎麼那麼多 大肚子蛋都不是懷孕的 都是長瘤的 長子宮肌瘤 一大堆 每天都看到 我每天都看到這些病 都是忍耐的美德很厲害 那我分享一個案例 我本身其實是有 腫瘤癌症的醫生 我並不是看不應症的 這幾年因為海浮刀的關係 我來了不少這樣的 子宮肌瘤病人 或者急診症病人 做完海浮刀之後懷孕了 那也不意外 但這個病人不是耶 他一來就說 醫生說 我聽說看了你會懷孕 那我來看一下 我說糟糕 看完你就可以走了 這壓力很大你知道 我說其實不應症 不是我專長 但是基本的檢查我可以做 X官回來一看 我說 他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說你一定骨盆腔發炎過 我就翻一翻 我說你掛過急診 你急診是急性腎與腎炎 你住院住的那一科 是 我說你是不是憋念 他說 他說從前常常憋尿 少的話大概四小時多 大概六小時尿癒 我說你很嚴重 他說因為他是工作狂 他坐在電腦前面 只要事情沒做完 他就不想休息 過到晚 他的午餐也是很晚才吃 他覺得告一個段落 這樣才是正常的 所以有尿癒就再憋一下 還可以還可以就這樣憋 所以其實幾次 醫生都跟他講說 你這樣不行 膀胱炎 教他一大堆 他都知道 因為他那些話 他都叫做幹話 大家都聽得懂 多喝水 多尿尿 什麼 都知道 他就說 只有那一次就是聖雨聖炎了 慘了發燒了 就是因為往上 輸尿管 症障都發炎了 那一次住院的時候 他有跟醫生講說 我的下面好像也有一些白帶 分明好像也不少 那肚子好像也會痛 後來就過來看看說 你一個骨盆腔發炎 骨盆腔發炎是從陰道炎上去 子宮頸發炎 子宮內膜發炎 蘇軟管發炎 卵巢發炎 是之後化膿 化膿甚至卵巢 蘇軟管都要剪掉 全周都拍過 有時候骨盆腔裡面都是膿 那一次 因為抗生素兩個都有效 一次都解決了 所以他也不以為意 但他不知道那一次 已經造成兩個蘇軟管堵起來了 兩邊 因為拖胎多天 我說你已經留下一個後遺症 就是服孕 服孕 我現在請你去找試管醫學醫生 我幫你轉介去複餐 試管醫學那邊 因為這個不通的蘇軟管 是沒有什麼意義 以前我們 就沒有機會 二十年前我們還手術 二三十年前還手術 把它打通 那打通以後 大部分是子宮外孕 或者還是不孕 那現在等於又不會生很多胎 都會主張說 你試管醫學比較簡單 他可能只生一胎兩胎而已 那你以為打通以後 可以生五胎十胎 可是你也不會生 而且大部分也是子宮外孕 所以難怪你看我們演藝圈 很多人都去凍卵 我們很多 有啊 我也去凍卵 你也去凍卵 對不對 像他AOB也去啦 很多都去啦 因為這個年紀太大了 沒辦法 動卵的立場不一樣 他們是因為預防 預防 備用 但是我現在最怕動卵的人 動到最後五十歲也沒結婚 就比較可惜 那我要找好多年 你要找 我還有三十年 十幾年 那個年費不貴啦 一年幾千塊而已 知道了 但是重點是最好 不要別鳥 最好早點使用 判上用場比較好 是啊 我十四歲的時候 就是當洗頭小妹 嚇死我了 我以為你十四歲就去凍卵 那時候還用這個激素啦 對啊 那時候當洗頭小妹 洗一顆頭二十塊 然後就常常跟旁邊的助理要比賽 想說一天我一定要洗二十顆 這樣我一天就可以賺四百塊 可是為了要洗這二十顆 我就想說我什麼都能不能 不要休息 對 不要休息 我就憋尿 我連水都不喝 有時候就是客人太多 我連飯都不吃 就是為了要把那個頭 我都洗到滿這樣子 是 後來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 然後我就很緊張去跟我們老闆娘講 然後那時候她就是像姐姐一樣 照顧我 她就說 那妳尿尿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我就說 好像要尿出菜刀一樣 真的很痛 而且還會流血 然後後來我老闆娘就說 那我覺得妳應該是泡倒眼 我說為什麼會是尿倒眼 她就說做美髮的 十個有十個都會尿倒眼 因為大家都會憋尿 為了把手邊工作做好 然後她就帶我去看醫生 然後果然真的是尿倒眼 那尿倒眼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醫生就說 吃藥 喝水 多休息 就是一些幹話 然後我就想說 我怎麼休息 休息怎麼養家活口 可是至少我會學會 不要憋尿了 然後後來也慢慢的吃一些 蔓越美什麼調理的 那就把這個症狀 稍微壓抑下來 然後後來有一陣子 我就是突然半夜高燒 然後整個下腹很痛 然後那一陣子 我就是非常的忙碌 而且還出了一個外景 然後那外景是在泳池玩水 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會是因為 感染 泳池不乾淨 沒有 那時候我沒有那麼聰明 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冷到 去泳池冷到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急診 然後後來她檢查說 已經是嚴重到變膀胱炎了 她就說如果說 有尿道炎感染過的女生 其實都不會根治這個狀況 很容易再感染 對 很容易再感染 可能泳池不夠乾淨 還是你一熬夜 然後心理壓力一大就會復發 對 所以後來這個症狀 就伴隨我到現在 真的不要冷尿 沒關係 我們醫師好辣 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醫生的 好不好 不用擔心 來 我們柯醫師 其實憋尿 最常見其實就是一些 泌尿道的一些症狀 可是我之前遇過一個 還比較少見的情形 就一個28歲的重機騎士 那她跑來急診 她就說她想尿尿尿不出來 男生 一個男生 大男生 她說想尿尿尿不出來 所以你有什麼節食的情形 或是說有尿到 之前有尿到感染過或什麼 她說沒有 然後我就問她說 所以你今天有憋尿嗎 她說有 早上 因為她去跑山 就是去騎那個重機去騎山 然後上廁所也不是那麼方便 然後她又不習慣跟人家借廁所 是 所以她就是跑山的時候 就喝了一堆水之後就憋尿 她說她那時候也沒有覺得什麼 就停紅綠燈 煞車就來不及 有點急煞 我覺得下面怪怪的 可是她不以為意就回去 回去之後到六七個小時之後 她就覺得她一直想尿尿 一直想尿尿 尿不出來 她跑來問我們說 我這個會不會是膀胱發炎 然後我幫你掃個超炎波看 結果一掃超炎波就 很少見的發現 因為她其實 她膀胱並沒有非常脹 可是她骨盆槍那邊 其實有積損 後來我們就去做 儀器的檢查電腦斷層 然後還做Delay 就是電腦斷層 就是腺癮劑打完之後 還做了一組延後的 結果發現她那個 本來應該在泌尿系統 進到膀胱的腺癮劑 其實漏到腹腔裡面 後來泌尿殼學弟 就把她抓去開刀 然後說她那膀胱後面那個地方 有一個4公分的施裂腸 所以其實她不是 她其實是真的很會憋尿 而且她膀胱超有力 憋到膀胱很脹的時候 那個重機其實有的重機是 前面是特別的高的那種 急煞就直接撞下來 撞到了 所以就有點像吹飽的氣球 然後你再給它撞 那那重機有些是壓的 前面是矮的 那屁股是翹的那一種 她一急煞的時候 整個人就往前了 她可能就撞到 所以這個真的其實蠻少見 這麼嚴重 憋尿憋到膀胱會破掉 是啊 天時地利人和都要 我是因為平常 有時候我們工作 可能做主持的時候 或是做舞蹈表演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大量的時間 其實是需要憋尿的 因為你總不可能主持到一半 現場的來賓都會大家 好 等一下我要上廁所 沒錯 這樣怪怪的吧 所以就變成說 你會習慣要憋尿 長期這樣下來 有一點會忍不住 然後你就有時候可能 漏尿 對 就是內褲脫下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絲絲的 可是有點尷尬 但是就是發現好像是漏尿 就是因為忍不住 所以我只要就是等一下露營完 第一件事情就是衝廁所 變成說要養成 不要憋尿的習慣 專業的地勤媽媽 所以小朋友就要送拖映中心 然後我記得 他一歲半的時候 他們班上 因為有小朋友感染 腸病毒 所以整班就停課一個星期 就過沒幾天 我兒子也開始發燒 然後帶去給醫生看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喉嚨會有小白點 然後手腳都開始有水泡 這其實就是腸病毒的 最標準的症狀 他就也自行停課一個禮拜 然後大家普遍都認為 大人不會被感染腸病毒 尤其媽媽又覺得自己是 金剛不壞之神 覺得自己不會生病 不會被傳染 所以我就很鐵齒 就跟他更用餐具 然後吃他沒吃完的東西 結果隔沒幾天之後 我就覺得我 然後我就去自己對著那個鏡子看 我就發現 我的那個喉嚨最上方 有很多水泡 然後我的手腳也開始 長水泡的樣子 我就去看醫生 連醫生都很難相信 大人會被感染腸病毒 而且症狀那麼的嚴重 你這樣對著吃的還不可能 真的 結果後來我們兩個 差不多拖了一個多禮拜 症狀才開始緩解 但是手腳水泡的問題 因為之後他還會表面開始脫皮 然後指甲其實也會脫落 這個都要等到半年之後 才會開始慢慢好 好久 所以這個故事也是告訴大家 不要開玩笑的 真的 可是媽媽真的很偉大 因為在困難的疾病 你還是要陪著她 對 不管她有沒有傳染性高或不高 你一定要陪著她 所以還是要吃剩的食物 可以給老公吃嗎 沒有什麼 你看她都要停課了 就表示她有傳染性 對 那別人不會照顧她 就你一定要照顧她 對 她媽媽妳知道 大家現在是戴口罩 起洗手 但我們洗手為了方便 所以大家常常是用 乾洗手液 真的 乾洗手液 所以現在大家就是 還是要肥皂的 對 因為有些病毒 它有一些結構不一樣 這並不是每一種病毒或細菌 都可以被乾洗手液 把它殺死掉 所以有一些 所以濕洗手還是很重要 可是這種黏膜的受傷 前面說從口腔腸胃道 其實我們很常看到 有一些甚至是黏膜裡面的 我們看到有 之前以前在住院的時候 會去幫忙指急診室 那時候學長 因為在換班的時候 他們都會交接班 那交到有一床 一個阿伯大家就交得很快 所以說等電腦斷層 交班超快的 我也覺得今天輕鬆血液 不然就看看 結果那個電腦斷層出來 一看的時候 就覺得有點傻眼 有一個超級亮的 亮到跟骨頭 人體的骨頭一樣亮 在電腦斷層底下 那麼亮的東西 就是骨頭的樣子 大概有兩公分 一點多公分這種 我想說這個有點誇張 因為正常來講 這看起來很像是 魚刺之類或骨頭之類的東西 可是骨頭跟魚刺之類的東西 不會插在這麼下面 這人世間沒有什麼 叫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們就想說 找外科醫師 那外科醫師看一看說 這魚刺 可是魚刺插這裡 好像也怪怪的 那沒關係 反正不管怎樣 還是應該要開刀 做一些處理 回頭問阿伯說 阿伯你到底吃什麼 有沒有吃到刺嗎 阿伯一直否認 想一想 終於說有啦 那個一天多前 兩天請我吃 是雪魚 我說雪魚的事 不是 這麼大一坑嗎 阿伯說 所以那時候 就不小心吞進去 吞下去之後 就覺得這裡怪怪的 那民俗療法吃到魚刺 第一件事情是要 飯要吞多一點 俗話說的 所以就是 只要投過了 就沒有問題 所以他就 吞了很多的飯 阿伯真的投過了 就是覺得好像就順了 就下去 沒有卡卡的 可是那個刺也真的那麼神奇 真的就順著他的腸味道 都沒有去刺穿小腸 天天刺在了他的大腸 那刺穿著大腸的時候 刺穿著這個黏膜之後 那所有細菌 就順著這個刺的管徑 整個通道全部往外 爬到整個腹部裡面 那嚴重一點 就會出現腹膜炎 甚至敗血症 有真命危險都有可能 那所以還好阿伯 調斷層看到 趕快去開刀做一些處置 不然其實還蠻危險的 所以大家魚刺真的很重要 沒有投過生就過這種道理 這個倒是從這麼遠就可以繞了 對啊 不過我有聽過走更遠的 走去哪 細的雞骨頭一路走到 真的 那是一個大腸肌腸的外科醫師 他想說那個人是農癢 然後進去看 居然真的是一個 有沒有雞刺那個刺 有時候比較刺尖 然後咬碎他 他一路真的 他已經到那麼遠 還不甘心出來 就戳在那裡 快成功了 對 就快成功了 但他就在那裡 可能出來他也不會知道 有這個經驗 對啊 剛才卡住告訴你不能吃 對 我們人體除了消化道 有黏膜以外 我們泌尿道 表面也是泌尿黏膜構成 那我記得有一個 媽媽真偉大 我記得有一個阿上 大概六十幾歲 在菜市場擺攤的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菜市場工作其實相當忙碌 因為要去廁所也不是那麼方便 你一旦離開攤子也沒人幫你顧 所以他已經 那他從年輕的時候 因為為了要養大四個孩子 所以他都是自己去藥房 泌尿道感染 尿尿不舒服 都是自己拿藥 那那一天晚上是急診來的 他真的是從晚上六點 收了痰以後 到半夜十一點 都沒有辦法尿尿 除了尿尿痛以外 他根本就尿不出來 所以超音波一掃 整個膀胱裡面都脹起來 都是血塊 那所以才緊急做膀胱鏡 麻醉下去處理 那進到膀胱鏡以後 就看到那個膀胱裡面 就是黏膜 所有黏膜都像 潰瘍一樣 一點一點紅色的 那所有的紅點 都是出血的 都是潰瘍 那一大片那個紅色 就開始像雪花 雪一樣飄下來 那這個很麻煩 因為別的地方流血 他血可以排掉 但我們不會隨時隨地去尿尿 所以只要三四個鐘頭 這些血激在膀胱裡面 激滿100cc 那我們的血 鮮血碰到尿液以後就會 凝結 像朱血膏一樣 一味哥這樣鹹就會 所以只要100cc 就尿不出來 所以他就是慢慢這樣子滲 慢慢這樣滲 就激在膀胱裡面 那這個很麻煩 因為你就算當下 把血塊挖掉 去點 點那些每一個潰瘍 把它點好的止血 但止血其實又是一個新傷口 用電燒燒的 其實又是一個新傷口 所以只能趕快燒一燒 確定當下沒有出血 尿管放上 24小時不能停歇的 一直用清水沖 但是有的時候 那個出血的速度 要是大過於我們沖洗的速度 又會凝結新的血塊 血塊又塞住尿管 那膀胱一脹 一脹那個傷口又裂 又出更多的血 又要帶麻煩 對 所以這個病 其實很複雜處理 所以等到一個禮拜以後 它情況比較好一點 沒有再進開刀房止血 那時候幾乎兩三天 就要進去把血塊挖出來 再止血 那在第三個禮拜的時候 傷口都長得差不多的時候 再灌 就我們臉部保濕那個玻尿酸 灌在膀胱裡面去敷它 讓這些黏膜可以再生的好一點 才能止血 所以它純粹就是 因為憋尿憋到很嚴重 那當然我們其實 平常一般的人像 也可能會有一些細菌的毛病 因為40歲的女性 她是銀行的櫃檯員 那你知道有時候一忙起來 就沒有去上廁所 那她就開始 反正就一開始是小便不舒服 然後吃點藥覺得比較好了 然後就反正就沒有去管她了 那慢慢開始發燒燒 越來越嚴重 然後我們就幫她查 奇怪這個就是膀胱炎有什麼了不起 這很容易治療 可是治療它還在燒 那你知道我們這個膀胱後面 有一些血管 會跑到靠近我們的脊椎 這個頸 脊椎這邊 那發現說 它的骨頭也有問題 發現它有骨髓炎 這邊治療覺得不錯了 怎麼燒還在 再去追 發現說那個 從脊椎它有血管會到肝臟 肝臟還有濃陽 所以這個病人 也是住了一個多月 才把它穩定治療一下 最近的門診 一個門診 都可以看到三四個腎結石的 那我是建議大家 尤其是現在夏天 大家暑假 會帶小朋友出國旅遊等等 一定要補充足夠的水分 以前我們都認為腎結石 什麼草酸鈣結石 尿酸鈣結石 應該什麼草酸吃太多 尿酸什麼磷酸也吃太多 我們後來發現 最重要的因素是水分不夠 才是一個第一重要的因素 很多時候你吃草酸鈣 如果你水分喝足夠的話 還是可以不會產生結石的 那我這舉一個案例 有一個大學生 大學生他從大一開始 他用拼命的打工努力存錢 為什麼 他想要去歐洲旅行 然後好不容易到了大三 他存得差不多足夠的錢了 終於開始 那個暑假他決定 四十天的歐洲背包客一背著 就開始自助旅行 那整個旅行大概 大家知道去歐洲 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麼 上廁所 歐洲上廁所要有錢 最低0.5歐最多到1.5歐 對 那所以那個可是那個你知道 1.5歐就等於一個 在台灣可以買便當的一個錢 你一個窮學生 你要讓他上個廁所 就拿個便當的錢 他拿捨得 對 所以他怎樣 譬如說住宿的那個地方 能上一定是先上一次 之後能憋就盡量憋 他整個旅程 大概 又不敢喝水 對 整個旅程沒錯 就是喝水現在 水又貴 水比紅酒還貴 對 超貴的 整個旅程遊歐洲是一件 很辛苦的事情 你應該喝紅酒不要喝水 喝得飽 那結果就這樣下來 每天他有小便 就只有兩三次 很濃縮很黃 那大概快旅程 快結束之前幾天 他開始就覺得怪怪的 右腹會 右下腹會痛 那剛開始拉了幾天的肚子 那他想說 大概是吃到一些髒的東西 後來回到台灣來了 拉肚子改善 可是右下腹痛 就一直持續存在著 那到有一天 就突然解出血尿來 當然後來到急診室 有一顆腎結石卡在 就已經跑到 輸尿環的上端了 大概0.7公分 可是他很疑惑 他去年有體檢過 他有做過檢查 沒有腎結石 沒有任何結石的 那我就說當然 他說我們可能在 40天之內就產生結石 我說當然有可能 你在這40天之內 你水喝那麼少 一直濃縮結晶 就可能會產生了 當然這個0.7公分 大概我觀察 請他觀察了 大概半年出不來 後來還是去打掉 所以大家要記得 夏天那個水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要先自首 我自己很乖愛喝水 我一天可能喝不到100cc 我那100cc 現在自己 我起床之後 我起床之後 只有吃維他命 我可能灌兩口水 然後再來一整天 我都是喝咖啡 喝飲料 喝茶或喝湯 然後再來呢 我進公司上班之後 我也是又一直坐著 我想說一直在那邊坐著 然後等到最後一刻 真的有尿液的時候 我再去上廁所 所以我很常憋尿 或者是我可能 要播報的時候 兩個小時 我就沒有辦法上廁所 然後後來我就久病成良醫 因為我就是 應該是用B吧 不斷不斷不斷 應該是用B吧 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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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復發 我只要發現 我只要肚子脹脹的 然後有點痛 我就知道 我尿到眼了 我就會直接去家裡 附近的藥局說 麻煩你給我那個 吃了 吃了藥 那種藥 尿會變成橘黃色的那種藥 然後藥師也都知道 我該說什麼 就給你維他命B 不是維他命B 不是維他命B 它是什麼 待會醫師知道 就我說的尿是橘黃色的藥 有的會比較黃 但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給我那個藥就對了 然後我通常吃了三天左右 那但是我驚人有一次就是 我吃了藥 還是沒有好 越來越痛 然後我就只好去看副場科醫生 我也說你開抗生素給我就對了 然後他也給我藥 但我三天後還是沒有好 因為通常副場科醫生會說 你吃完這一份藥之後 三天之後要來回診 但是我才懶得去回診 我才覺得 有好一點就可以了 但是吃完之後還是沒有好 而且我已經嚴重到 我第一次走路會痛 所以我只好變成像老人家一樣 走路會彎腰駝背的慢慢走 因為我走路都會痛 或是我坐車子的時候 不是系安全帶 然後這邊也會勒勒一個 如果急殺車我就好痛 就很痛 就是已經到痛到我無法忍 我就只好再去換另外一家名醫看 很難掛號的 他就幫我做超音波 發現了我已經從尿道炎 感染到陰道炎 再來到膀胱炎 差一點點就要剩餘鹽 他說如果你已經剩餘鹽的話 你是要磨床的那一種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就跟他講 我有吃藥局的藥 我有去給別的醫生看過 我抗生素我都吃了 他就說抗生素有分很多種 你的那種抗生素 不見得對你這次的正下藥 因為我太常只叫醫生說 我要那種藥 我要那種藥 然後就已經嚴重到 已經發炎到那種 差點剩餘鹽 我差點就要躺病床了 那我就這次乖乖吃藥 乖乖回診 然後他也跟我說 你平常要吃一些 綠色花椰菜跟狂喝蔓越莓汁 所以我立刻看完病之後 我去超市 買了三顆青花椰菜 把它剁碎 把它當飯吃 然後每天喝2000CC的蔓越莓汁 那一次我才好 所以我才知道說 尿道炎 可能會一路引發到剩餘鹽 這個很可怕 蔓越莓其實不能治療 所以糖分太高 它預防可能 其實重點是在於喝水 你喝到2000CC的水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那個叫做為什麼抗生素沒效 你那個濫用抗生素 那要抗生素造成那些細菌性的抗藥性 抗藥 其實大部分的泌尿道感染 都是大腸感去 非常好殺 用地線抗生素都可以 可是你重複感染 對於這種變化 我倒是請他來 去看一下那些阿公阿嬤 他沒有腎臟的時候 是多麼慘的一件事情 他們想喝水 阿公阿嬤想喝水 因為腎臟他們沒有小便了 所以我們要獻水 他們好口渴 好想大口喝水 他們都不能喝水 那現在是可以大口喝水的 但他們都不喝水 對 對 這個 歡迎來我喜盛事做志工 蔓越莓是來 蔓越莓裡面的成分 有讓我們的泌尿道黏膜 變得比較光滑 讓細菌比較不會爬上去 造成那個感染 對 在急性感染的時候 蔓越莓是沒有效的 而且我們一般沒有特別建議 於蔓越莓汁 因為蔓越莓汁裡面 有效的成分很少 所以如果真的要使用蔓越莓 還是要是經過濃縮過的 那些蔓越莓的 定 或者蔓越莓顆粒 那你蔓越莓果乾或蔓越莓汁 你那是直接是吃糖 你還不如喝水比較實在 然後還有講到一個那個藥 吃下去會橘色 所有得過泌尿道感染的人 不管是去藥局買那個不該買的 或者去看醫生看 都可能會去吃到那一顆 吃下去小便會變橘黃色的那個藥 那個是一個 它最主要的效果是讓你沒有症狀 你看到你自己抵抗力好 那侯醫師就一定知道 那個吃下去會讓你顏色 小便變顏色的東西 其實那也類似是一種毒素 是你腎臟代謝那個藥物之後 然後它會變成一個止痛的一個效果 然後從你的尿道出去去 所以這個藥不能常吃 必要的時候醫生廚方開可以吃 可是如果長期使用的話 它是對腎臟會造成傷害 你的觀念要改 當然會工作命都不飽了 結果腎臟都沒有怎麼辦 筆電再放大腿放太久 腳踏車騎太久 這些都還是有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的一個泌尿這樣子 你說筆電這樣放嗎 對 我們英文筆電叫Laptop 就是當初設計就是 你放在你的大腿上面 就可以拿來使用 可是現在有研究顯示 說這個筆電 因為它的溫度的關係 它的那個 現在CPU都很好 它裡面那個溫度高 那個散熱 其實會造成 男生的那個櫻囊 那麼重要的一個器官 掛在外面 隨時都有可能被棒球踢到 被女生踹到 那個都是一個 這麼奇怪的設計 為什麼 被單槓撞到 它就是為了要在外面 第一個兩三度 才是一個 治好的一個造金環境 那我們 這個我就有遇過一個 三十幾歲的人 他業務他很忙 他每天走到哪 他就要把筆電拿出來 回Email幹嘛 那他就是結婚 一年多了 怎麼樣都努力嘗試 每天做功課 驗孕棒都是 總是沒有出現兩條線 男生來驗經 一驗發現什麼都差 什麼叫做什麼都差呢 軍隊都不夠了 又不會游泳 真的會游的 一個頭兩個頭 沒尾巴的通通都有 我就問他 那什麼狀況 你怎麼了 你有沒有什麼抽菸 幹嘛 都沒有都還好 可是問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就有注意到 因為他在等的時候 我就看他一個很大的筆電 在那邊 他就是奇怪 我就問他 他說 你平常筆電怎麼用 他說我走到哪就用 就放在大腿上 然後就是真的 他說一用多久 常常那個一弄 就半小時一小時 那個溫度都有上升 所以就請他說 用筆電當然可以 放在桌子上用 OK 如果在外面隨時在用 他都有筆電帶 你隔一個筆電帶 再用的時候 那個溫度就 我們就剛剛說 差那個兩三度 就是差很多 結果給他這樣子 做了改變之後 三個月再回來 再驗金的時候 金蟲樹木 金蟲品質 金蟲的活動力 全部都有上升 然後後來很快 就有出現好消息了 你以為是感冒 但不一定是感冒 就是我有一次過年期間 真的是超嚴重的重感冒 我會一直咳嗽 半夜咳到會起來吐 就完全停不下來 但因為我爸爸 自己是夾醫科的醫師 他有開藥給我 也幫我看了喉嚨 他說你這個喉嚨 只是輕微的發炎 就一點點紅紅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就這麼的嚴重 然後後來我就去看了中醫 然後中醫看我的氣管 也說你這個就是 輕微的小發炎而已 一樣開中藥給我 也沒用 我後來整個就是去求生拜佛 因為我病到一個多月 兩個月都沒好 你為什麼好不了 我整個過年是躺在床上 根本沒有辦法起來 因為太虛弱了 然後我還吃素 還去放血 什麼都做了 最後我一個朋友 他就推薦我去板橋 看一個中醫 結果他一把脈就是說 你這個是尿毒引起的 很神奇 超神奇 他問我說 他說你是不是憋尿 我就想說 我是很愛喝水沒錯 然後因為冬天很冷 有時候我不太想要去上廁所 會突破比較久 的確有憋尿 然後他就說 我這是憋尿引起 然後因為他會看你身體 哪個部分是比較虛弱的 像我可能就是氣管比較弱 所以他就 攻擊我氣管 所以我反應在咳嗽上面 但其實我並不是細菌 或病毒感染到氣管 但他就是開了他的中藥給我之後 我吃了三包中藥就好了耶 可能因為他一人多也差不多快 真的 對不對 像其實剛剛怡芬有提到 女生真的是不要太常憋尿 只要有尿液 就盡量就要去上廁所 不然會很容易有發炎的狀況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問我們一起極大夫 按下小鈴鐺 應該這樣升聡團 請按下小鈴鐺 怎麼會在一起 按下小鈴鐺